这东西又是另外的领域 除了以share之外 又是网页上面的技术 所以你可能还是要稍微对于 网页的那些HTML 什么CSS 如果你有了解那更好 但如果没有了解也比较紧张 因为慢慢的 如果你知道的越多 相对的你在处理一些资料的 怎么讲 方法你可以做的也就越多 那我先说明一下 第一个我们刚刚的东西 我也把它放一个数学函数的云端白板里面 云端白板里面 数学函数会有一个解答 就是我们等一下要做的 大乐透的历史资料下载 怎么下载呢 那你打开来 这边第一个就是我刚刚的网址 或者你Google找一下 那个大乐透历史资料 就这个东西 那第二个的话 我们大概分析一下我要的东西 找到之后的话 到底我要抓什么 其实这个就网页 网页按右键 右键有个检视网页原始码 这个原始码实际上就是我要抓 我要从这个原始码里面捞出我要的东西 不过可能对各位来说 这有点遥远 如果你对这个东西没兴趣 你就跳过好了 先知道一下有这种原始码 或者是说呢 还有一招 假设我希望知道这个表格 我要把它抓下来的话 你可以选取最接近表格的左上角的文字好了 按右键 它有个检查 检查的话 大概你也有个概念一下 就是说这个网页里面 它实际上你游标放的位置 它就是一个table 有没有发现 table table在那个网页上面就是一个表格 顾名思义 再往下加一个叫做tbody tr的话就是某一列 有没有发现 这一列里面的资料 里面会有很多的td td里面就是放 td就是储存格 不过其实像这种 如何抓网路上的语言 刚开始就是要先了解这些 不过因为我们VBA定义 并不是要很高深 所以这些你大概有概念 知道一下就好了 除非说什么像python 那python可能就要先了解 然后慢慢去抓 有点像网路爬虫 这个现在还蛮夯的 那我们如果说不希望 这么麻烦的话 你至少要了解VBA有一个功能 什么功能 就是如何抓网路上的资料 那首先我大概分析一下 这个网页的结构 进来之后有没有发现 如果你点选第一页的话 它的上面的网址 有没有什么地方不同 index page等于1 有没有发现 如果你点选2的话呢 index page变成2了 那也就是说呢 我们只要怎么样 录制聚集的时候 因为那功能 你要自己写麻烦 要用录制的 你就先下载第一个page 然后以后的话 就是用一个i的变数 for i等于1到51 去置换这个数字就可以了 它就会怎么样 跑一次下载 跑一次下载 但是这个是第一个 你可以把51个page先下 第二个问题是说 它下载的时候会问你说 请问一下你要下载到 Excel的哪一个储存格开始 那基本上它都是从A1开始 可是你之后你变成要 跑到哪里呢 跑到你那个 就是那个A1 再往最下面一列 再下一列 有没有 所以基本上你要一直往下 一直往下 一直往下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全部抓下来了 概念大概是这样 不会很复杂 那怎么做 我先做一次给各位看 首先呢 这一题没有练习题 所以呢 请你把什么 刚刚的档案先关掉好了 把它储存一下 那我们只需要怎么样 关掉之后的话 开一个新的 开一个新的空白就可以了 所以这边的话 我就新增一个 空白的一个活跃部 然后呢 我要做什么呢 我们先彩排一下 所谓的彩排就是说 你先找到这个网址 然后呢 我先从那个 第一个page好了 先找到 有没有 那你会发现 这个规则是什么 它这个是一个网页 前面是它网址 后面这个就是 它一个网页的程式 问号是 它的传递参数 它的参数名称 叫index page 等于1 and 串接有没有 第二个 它的那个什么呢 第二个引述是order by 意思就是 什么呢 排序的方法 new的话是 应该是 新的排到旧的 那如果说你可以换一个方法 你想说那我不要点 我直接这边打一个old 有new有old吗 会不会old可不可以 enter一下 你会发现 我old之后 有没有 2004年 它就排了 所以将来这个单元可以改了 就是网页上面的一些 可以改的部分 如果从新到旧 我就new 好我们大概知道 第一个网址 我就把这个网址复制一下 第二个话呢 我先彩排一下 彩排什么呢 就是呢 一先在我的资料里面 找到一个取得外部资料 从web 二的话呢 把刚刚那个网址贴到这边来 这边把它贴上去 然后选择一个到 这个时候呢 它会出现 它里面有JavaScript 不过把它按4就好了 因为可能在执行过程当中 这个浏览器无法解译 所以没关系 反正就是4就对了 好 你就把它点4 4 4 好 这个时候呢 那那个 Excel就把IE 这个里面是IE浏览器 帮你把它怎么样 迁入到这个画面里面 然后你需要做什么呢 就是找到这个画面里面呢 有这个箭头的 那这个箭头指的就是table啦 就刚刚讲的 它会帮你去找 这一个网页里面 有table 就是有表格的部分 那我只需要做什么事呢 把它打勾 打勾之后呢 再按一下贿赂 它会问你说 请问一下你要放哪里 放A1 按确定就可以了 这样子的话呢 我就可以怎么样 把第一个page给下载下来了 那我第二个page放哪里 放最下面 所以你可以用 向下追踪到的那一个位置 那一列 再加1 再做一样的事情 然后呢 再做一样的事情 那不就是全部都下载了吗 OK 应该可以理解这个道理吧 所以一先彩排 二做什么呢 开始录制聚集 并且 把录制下来的聚集 修改两个地方 第一个是for I 等于1到51 第二个是它下载之后的那个位置 你在执行全部都下载完了 应该可以理解我的道理 只是说讲应该很 大概听得懂 但只是说你要能够真的一次做正确 可能有点难度 但是可以试做看看 所以再新增一个工作表 那也许我们就开始录制聚集 OK 试一下好了 我刚刚这还没开 方便先还给各位一下